总统参议文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首席议员格瑞姆 还有民主党代表孟德男子一行六人 用手肘相碰打招呼 刚解除隔离了他看起来心情不错 这次美国议员来台是印太形成了一战 也被外界解读为台美关系更深化 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43年 各位在这个时候来访格外具有意义 我们期待能够在新的印太战略中 扮演积极的角色 台湾也期待能与美国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经贸交流合作 议员代表团在十四号宣夜抵达台湾 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接机 六人当中格瑞姆在参议院深具影响力 颇有成为共和党团领袖的气势 他跟孟南德兹波尔等人都是参众两院的 台湾联系联盟成员 另外孟南德兹则是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同样长期力挺台湾 六位议员背景更是横跨预算 外交国土安全以及军事等等 六位议员也会在十五号下午三点 拜会国防部长邱国正 这趟出访格瑞姆主动将台湾纳入重点参访国家 更要用跨党派的承诺安台湾人民的心